大型追星女孩爬墙节目偶像练习生真的来了,不过偶像练习生,已经改名为青春有你,突然觉得第一波改名,年少有你真好听。 这个名字确实吐了巴基,大家激情提名,全民制作人代表谢黄坤,rap导师赵四,rap导师刘能,dance导师宋小宝,local导师陆超,anyway青春有你,已经开始营业了。 一百位选手终于正式出炉,姐妹们,现在可以开始压宝了,我们就按照公司来了解好了。 上届出道素9%,有三个乐华,这次乐华一乐,只来了三位,胡春阳,胡文轩,立问汉。 胡春阳和胡文轩全网没啥物量,也就知道胡春阳是1999年,出生到河北宝定水平做帅哥。 李问汉,UNIQ成员,不知道这个组合的话,可以理解为王一博所在的团,乐华妻子Next的师兄团,三个中国成员和两个韩国成员,2014年出道,今年10月,已经出道四周年。 王一博也是天天向上和创造101,才有了现在的声势,而其他人都是不闷不火的状态。 对于已经当了导师,李问汉却要重新出发。 1994年圣人在练习生里属于大龄人物,但是这个组合成员的一介物能力普遍不错,李问汉还是主唱。 加上本身就有粉丝基础,也许就是这界的领头羊。 相较娱乐,也是来了三位,王哲,李黄毅,车会轩。 李黄毅和车会轩都是Train182系列习生,Train181系列习生,就有林艳俊和游场镜。 李黄毅,车会轩。 至于王哲,就是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王思聪弟弟。 那时候,传闻他要参加一团之名,而不是现在的青春流泥。 王思聪亲自现场否认,官博发布第一条微博回应王思聪。 当然,王思聪是独生子,两人并不存在亲戚关系,但是他俩是同一个圈子的富二代朋友。 说起,这位王哲,之前有个外号是上海第一富二代,一直在国外上学,算是小有名气的网红。 去年在网吧玩游戏的时候,被网友拍到照片后上网,引起小范围讨论,被称为电竞天仙。 和很多白富美的关系都很好,比如我们熟知的王文也,齐美和王文也早期直播张口闭口都会提到有口管他叫天仙。 看脸是OK的,但是实力恐怕和脸成反比。 对了,应该谈过几次恋爱。 即使是这届选秀里的真鬼公子,管你现实多有钱,还是要鞠躬叫全民制作人。 果然天空上街的小鬼和朱兴杰,都是冲进决赛的人,这次还是四人组,唐书亚,吴承泽,杨根,赵天哥。 就是一周之前,这叫公司官宣的四教练习生,名气稍大的是吴承泽和杨根,这个吴承泽,是斗鸣网红。 这个杨根,本来是主持人,主持过很多活动,什么王子一生乐会,小鬼生乐会,朱兴杰粉丝见面会,and so on。 张杰觉醒东方一家五口,组成了组合Awakened F,这次觉醒东方是四人组,陈佑,丹尼尔,冯俊杰,和场戏,陈佑,冯俊杰,和场戏,和produce202选出来的C位将丹尼尔撞了名字的丹尼尔,卖瑞娱乐,姚池,彭场话,楼九才,周湘恒,彭场话,楼九才,周湘恒。 目前来看,以上三位的颜值并不出提样,名气最大最有争议的是姚池,之前发布预告片的时候,已经引起一般讨论,四照颜值不要太高,说眼前一亮不过分吧,参加节目要是这种颜值水平折对门面预定,但是他参加明日之子的出镜画面如下,不是故意截图,动态就是这样,但是他怕就不错, 他还是个学霸,高考英语141分,自己考上的中国地制大学,高颜值学霸加成,要是业务能力还行或者性格有意思的话,真书倒不是没可能。 词文全没有,陈勇为,专注电视剧的词文去年来了个董言类,不会唱不会跳。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,但凡词文有一个能唱能跳,的都不会是我董言类来受这个罪。 这次来了个陈勇为,已经在很多网剧里打过酱油了,比如演起攻略和双式宠飞2。 至于唱跳的业务能力,不打算抱有期待,来一趟大概回去演戏了。 同梦新人,李宗林,这个土了巴基的公司名字,就是关小童工作室。 这位李宗林,2014年已经开始演戏,演过凤球皇,15年等待候鸟,笑话的贴身高手。 1993年生人应该是练习生理的大龄前辈了,这次也是为了未来的演戏吧。 黑金计划,施展,李正宁,徐天润,姚伯拉,施明泽。 对了,这个公司的代表艺人是尚文杰,迪玛西,侯明浩,曾顺希,李正宁,徐天润,姚伯拉,施明泽。 至于施展,目前最为热门的选手,预告片发布以后,一夜之间开了20来个粉丝站,现在这个数字是80个,颜值水平如下。 被发现在朋友圈卖大闸线,加入了上海财经单客群。 有经纪公司因为其下艺人卖大闸线发誓头一回吧,华策影视,少奇明,姜盛明,殷石,田岛。 话说,明明主公电视剧的华策,致建了一个六人的男团fighting,参加节目的四人就来自这个组合。 所以,另外两个人为啥不一起参加?姜盛明,殷石,田岛。 少奇明,少城时代,胡家豪,小哈宇,邓超元,这个公司是张亮颖和冯科创立的。 当然随着两人分崩离析,张亮颖在今年8月解决出走了,小哈宇,胡家豪,稍微大势一点的是邓超元,21岁身高187厘米的四川帅哥。 戴眼镜也是好看的,但是最好看的是今年2月出现,在街拍博主账号里的街拍,比率进极高的写真和自拍桥。 加上传媒,叶和林,可亲民,谢俊泽,吴泽林,这个公司本来有个加上F4,陈鹤一,吴泽林,克亲民,叶和林,属于18线率关注度稍高的练习生。 人气最高的是斗定网红尘贺一,反而不参加偶列来着。 认识一下,叶和林,吴泽林,可亲民,谢俊泽,超能唱片,冯天航,李晨阳,也是参与霍山景偶列的公司,但是没有取得什么好成绩。 这两颗独猫不知道行不行,卡斯星球,惯丽,沈群峰,他俩来自组合十二星秀,只是一个是十二星秀峰之少年,一个是十二星秀火之猎者。 这个男团名字,中二气息扑面而来,从容影视,李智婆叶子明,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李智凡,他是原男团M2,白偶的成员,这个组合的成员还有,朱星杰,周燕成,周睿,这仨都参加了参界导练,而且名字也算靠前。 参加过至少三次选秀,每回的名次都很靠前,但是节目没有水花,所以就是不红。 不知道这次可以走多远,FBT娱乐,杨朝阳,沈博怀,新印欢球,陈宇农,苏宇航,崔晓鸿,徐方舟,这四个人就是组合。 去年八月出道的十八片小男团,我看你们的化妆老师和造型老师需要换人。 还是新印环球,林哲宇,少浩帆,温凯尔,齐志豪,这四个人是组合Vogue,所以只有四个人,为什么叫五? 比较有意思的是,这是一支乐队,年纪可能没有多么上成,实力大概不错。 白色系,蒙恩,博人,朱元,这三例属于超大型男团ZeroG,组合成员25人。 这个男团在2015年组建,今年十月已经出到一千千了,凭借出众的颜值和超强的实力圈等无数,夸张了一点吧。 博人,博人,朱元,名气大典的是蒙恩,拍过好多网剧盛事,燕谷,在最近的江夜里出演了一个男恩号,叫新娱乐,陆林墨,嘉义,正南,静法,展宇。 他们五个人的组合叫泰哥男团,日常感叹天朝不知名男团的数量,未来一娱乐,刘宇航,吴飞,寇宗,姚宁,出调中间的女孩子就是四人组了。 青藤文化,许龙汉,吴明,忠喜和力,秋宝汉,邓斌,安东尼,王新宇,曼妮,安东尼,邓斌,曼妮,秋伯汉,王新宇。 希望这家公司提高练习声颜值准入门槛,答应美诗,陈思健。 参加过中国新说唱的Rapper,阿福王毅,也是在中国新说唱露过脸的Rapper,两人和当年的小鬼一样都折起于六十秒轮,虽然说唱实力不顶尖,但是在男团里绝对是Rapper担当,王毅又接五笛子,陈思健被人称为说唱界的张信哲,而且这俩属于Rapper里长得不错的人了。 天嘉一,姚宁宁,文叶臣,蒙叶臣,姚宁宁,韩团Seventeen的预备艺成员,参加过九人出版的韩东Mix9,排在第十位。 实力不错就是差点运气,但是颜值有点断板,日常妆容打扮真的很韩国,等风来工作是王嘉一。 这位朋友上过中国音乐公告台,这首歌被耳地夸过,已经预定了一位实力local,中央戏剧学院周川俊,2017级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学生,因为当时中戏第一名去了上戏,第二名的他在开学典礼上代表先生发言。 去年我们写过来着,此招有点狐一见即逝感,不过被发现之前的整容脸,一想掀开古蓝地,已经靠脸获得了一部分人的epic,希望实力和脸大一样优秀。 对了,他和小湛是好朋友,个人练习成邓泽民,参加过今年的明日之词,秦家文化于林澳,海底音乐徐炳超,心理传媒孙子林,以兴传媒卢俊杰,药客娱乐黄宣,麦吉传媒丁飞俊,上海影视陈涛,中兴娱乐理由。 华白行之周诗员,新餐省市城白凯,来自屁舍的内地公司,亚美娱乐卡斯白,参加过《这就是对唱》,新微笑时新,又是一个local,国语文化金涌先,以新名嘉宁于职,个人练习生连环伟,玻璃文化理练,这位朋友相册空空,只有绝美的喵巴种子。 但是神通广大广大的网友还是找到了,身高181厘米,来自武汉的19岁男孩,华颖一星高小松。 这个名字一看就很有前途,广阴文化富红义,厨艺技能点很高,芭蕾跳得不错的辽宁小哥,宴过网剧班长大人。 学日红阳段旭宇,值得提一起的是他是一样千玺的前队友,2009年成立了一个组合飞旋少年,初始成员段旭宇,王家郎,一样千玺,一样千玺在2011年退出。 更没想到的是,这个飞旋少年组合现在依然存在,以上,差不多就是100个男孩子的资料了。 总结一下目前最有人气的选手,李问汉,王哲,姚池,施展,道超元,陈又为,古兰蒂。 当然在节目播出之前,一切都是未知数,上一届就有很多本来查无此人的黑马。 通常热类文章的留言就是脸盲,作者本人已经脸盲何况是大家,毕竟谁一口气认识100个男孩子不脸盲呢。 又是一年冬天,又是一介大厂男孩,最后一句其实对于大厂女孩们来讲,或者没有所谓的偶尔,她只是轻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